Hello 大家好 我是Gemma 吴硬杰 今天要说的主题呢 在讲坚持 首先呢有一种说法说 坚持到底就会是你的 然而坚持真的是一件对的事吗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相信前者 但是有一点怀疑 就是有一种说法说 坚持到底就会是你的 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中 目前还在做一个实验 就像我做唱跳歌手这件事情 真的好几度觉得 天哪算了算了 不要再做了放弃吧 花太多钱了 什么都是钱钱钱 但是又会觉得说 我都做了 我都开这个头 如果我不继续做下去的话 那我的开头是不是浪费了 这件事情我每天 我可能时不时偶尔就问我自己说 我到底坚持做这件事情 真的会是我的吗 或是我真的是开心的吗 但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过程呢 我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状态 然后我也是非常 我觉得我是算是一个蛮热力四射的人 就是我一旦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会非常的很热情 然后想法很多 然后那种想法就是源源不绝 一直想一直想 然后我想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想要唱什么样的歌 然后我封面要怎么设计 我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说 我想要传达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坚持 但我不知道大家 像我其实我是一个 其实讲坚持这个题目 我觉得我非常不适合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 三分钟热度的人 我小时候可能学过钢琴啊 芭蕾啊 然后学过二胡啊 然后也学过画画 然后学过英文 然后我也学过日文 我也学过韩文 但是这件事情 在我的世界里 我都没有坚持下来 我有思考过坚持这件事情 我人生到底到了现在 我坚持了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运动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天马行空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现在 还是想要继续好好的唱歌 跟跳舞做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就是坚持在演艺圈的这一路 因为我从小到大 其实没有做过别的工作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演艺工作 然后我的演艺工作到了现在 其实我也做了16年 就是我的青春 到我的中年青春 就是反正我从16岁到现在 今年准备要32岁 我都在这个圈子 我没有放弃 其实我是一个 还算是很坚持的人 不对 我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 有什么人可以做一件事情 坚持16年 这件事情很难 你说叫我学钢琴 我钢琴就这样断断续续 也学了两三年 因为我真的坐不住 因为钢琴一直在我弹 那个黑白色的那个 我就想说 到底要弹什么 然后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 我都有这样的思维逻辑 想说黑白剑去左还是去右 然后比如说上日文课 I will 卡起国家口 然后呢 然后英文 还有什么过去式 什么现检式 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 有时候会让我分心 但是我在演艺圈这件事情 我没有分心 而且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我做了好多好多事 我拍了戏 我主持了节目 然后我去了韩国 然后也有在 也去了大陆 其实我的视野非常的广 我觉得这是我一种 视野上的坚持 我想看到更多的世界 跟更多的人 然后我也想要看到 更多的可能 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一种说法 坚持到底会 就会是你的 我觉得在我身上 可以实施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吧 那剩下三十我觉得是 我可能要有一点幸运 那可能七十会是努力 那我三十可能不分 我就是要更努力的去看 我到底可以完成 如何更多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 唱跳歌手这件事情 最近就是 也不是最近 就是这几年 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件事情 一直坚持 一直下去 然后别人都问我说 那你会不会想要开演唱会啊 什么的 其实我 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被他们讲到 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该有这样的想法 才让我这一路可以更 更坚持 然后坚持到 我熬到有一场演唱会 但是我就会想说 这个过程 我要真的喜欢 我才会想要坚持 但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 有时候会突然找不到一种 这一路走来的一种坚持 有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样做到可以让 这些人都喜欢 真的好难喔 然后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 好吧那不然就不要唱好了 我也可以去演戏 但我会觉得我真的 不想要这样就放弃 这可能就是 我心中的一种偏执吧 我就想要让 不可能变成是可能 所以我也希望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现在32岁嘛 如果我可以在40岁以前 办一场真的属于 我自己的演唱会 40岁以前 还有8年 但我先设定40 因为我希望我40岁 我还可以跳舞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 算是 这算是有梦想的坚持 但是我对于这份工作 跟这个演艺事业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坚持的人 我也可能 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了吧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坚持 地带给大家一种 开心 然后正能量的感觉 就是偶尔有一点负能量 的坚持其实也是坚持 然后有一点正能量的坚持 它也是坚持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 这件事情很像一根棉花棒 就是棉花棒不是两个头吗 一个就是 正能量坚持 一个是负能量坚持 但这两个坚持 当然变成一根棉花棒 它就会是一体的 所以我觉得坚持这件事情就是 想做就要做 就跟勇气有点像 但是坚持就是要花更多的努力 勇气就是 像一个气这样 但是坚持就是坚持 坚持 因为坚持感觉比较久 勇气感觉是 一刹那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人呢 就是要慢慢地 一层一层地 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然后想要什么 我觉得一直换来换去 也不算是不是坚持 也没有说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一直很久才叫坚持 就是你觉得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应该就是算是做 做自己吧 我觉得我 我想了每一个单元 到最后的尾声 我都觉得 做自己很重要 就是你人生只有一次 然后你不做自己的话 多无聊啊 这可能是我的一种 人生目标 跟一种态度 就是我人生中的坚持吧 有人告诉我说 做自己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做自己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很难 百分之百的做自己 但我觉得做自己就是一种快乐 其实也不是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职业是一个议员 我去上什么节目 我就特别在意那下面的留言 我就是要看完他 这也算是做自己 然后看他 在看这些留言的同时 我就觉得 其实我看到很多留言 我都会想说 不然你来 其实我很多 我在看很多就是这种环节 下面的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在这节目上 其实百分之八十都做自己 但当然是会带了一点 比如说节目的效果 但有时候我会忘记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会瞬间的想要干嘛就干嘛 但因为做自己这件事情呢 比如说我在公司 我在一个公司行号 我有老板 我有上司 我可能有同事 我不能说 我想要做自己 说我想几点上班 几点下班 但他还是有个原本的规矩嘛 我觉得不超出规矩的事情 可以做自己 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很多的规矩跟规范 要去实行 但做自己 比如说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个人想要干嘛 你就干嘛 这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做自己 但你要找到对的时间 去做自己 比如说我为什么我要运动 为什么我要今天选择 跟大家分享这些真心话 是因为我想要 让大家更了解我 这也可能是我一种 我做自己的方法 但做自己不代表说 我觉得做自己的前提是 不超出规矩 然后不得罪别人 做自己这件事情前提是 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不舒服 或是侵犯到任何一个 每一个层面的事情 在这个圈子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的委屈跟妥协 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了解的 因为比如说妥协的事情 就比如说 好今天这个活动选了很多人 但最后没有选到我 我觉得委屈 但我得妥协 因为 他们毕竟是出钱的人 因为委屈跟妥协会变成 一件事情会变成低潮 我觉得很烦 委屈呢 但因为人就是一个 人就是一个很杂的动物 他可能会突然一下觉得很委屈 然后他会突然觉得 委屈过后他觉得说 好吧好吧好吧 我得妥协 然后妥协之后 我觉得我获得了勇气 那勇气之后我觉得 OK我要坚持 这就是好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人的情绪是 必须要从大的 然后一直这样去衍生很多 分支小的 然后小的会有在更小的 像刚刚讲的委屈跟求求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要接受 其实委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啦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不好 因为委屈多次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天哪 我不能再这样委屈下去 我一定要硬起来 就是我要为自己发声 那为自己发声 这个举动就会变成很像 你就是在做自己 但你没有伤害到别人 我觉得委屈的人蛮可爱的 是因为委屈的人 就是有一种可怜感 就是可怜感 但是你会看到他 委屈之后 他会跟你妥协 但有些可能会看到他的进步 他为了什么事跟你妥协 妥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OK好 但可能你心中没有真的好 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很难去完整的叙述说 委屈跟妥协 这两件事情怎么样 但我只是觉得 这都是我们做人的一部分 一定要去记住 当下的每一个感受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你记下这种委屈的感受 或是妥协的感受的时候 你会促使你自己 让你自己说 我千万不要再有再次 体验到这种感受 因为我知道可能对我来说 很难 很辛苦 很难受 但有些事情就是要 心要放款 因为其实在公司行号或是一些 生活上就是有很多很委屈的事情 比如说赶不上公车之类 我就觉得很委屈 我要再等个15分钟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委屈想一想 就是觉得 好像蛮好笑的 他就会马上转念就变成一件事 天哪 我迟到被控肩耶 很好笑耶 你会自己笑出来 不要一直往那个洞一直挖 应该说不要钻牛角尖 这是我觉得可以分享的 因为每件事情如果越钻牛角尖 就会真的会出不来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自己消化了解 然后认知跟感受 是不是现在已经夜深了 你们也该睡了吧 不要再坚持听下去咯 好啦 我们就先睡 但是之后呢 还有这样的分享会分享给大家 就跟Vogue的朋友们先说声不耐咯 大家下次见